有一次我經過這裡 看到大家就笑得很開心 又覺得很酷 還OK吧 最近沒有再吃藥了吧 沒有啊 不要讓你父母知道 我們最近也很忙 沒什麼時間管我吧 我醫學系的朋友跟我講 那是給憂鬱症的人吃的 他們幹嘛讓我吃那種東西啊 可能就是因為以前的事吧 不管跟以前的事有沒有關 他們也什麼都不會跟我講 越想越不熟 我媽每次一直在碎孽 要我照她的方法做事 我爸就會在那邊裝沒事 如果要這樣對我把大家弄得這麼痛苦 那一開始就不要把我生下來嗎 你以為我就可以選要當誰的小孩啊 並不是每個小孩都是父母親愛下出生的 你是富二代耶 人生設立組還講這種話 我也不好意思喔 好像就我富二代一樣 你家還不有錢啊 下禮拜五要不要陪我一起去看會本賣 去幹嘛 你可以去講故事啊 說不定你就想起來了耶 白癡喔 尤其他人 看看會不會有陪我 無論如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